Hello,大家好,小林校長 之前我的影片為大家介紹過 TMR Industry的WR Cooker 660 WR Cooker和L級330的EUR杯 正就正 不過真的不便宜 也因為太貴,令很多人卻保 稍後我發現了一套便宜很多EUR杯 它就是來自印尼的品牌Sombunae 所以我就拿TMR的那套杯 和Sombunae的杯子做一些比較 另外,這個品牌也推出了全新的煲 除了煲東西之外,也可以同時蒸東西 實行蒸著一體化的煲 這條影片就一次過為大家介紹它們 這次這條影片會為大家介紹這個品牌當中的 750ml杯、550ml杯和400ml杯 正好與TMR的WR Cooker 660、WR Cooker和AL級330 是相約的品牌數 首先講講它們的材質 官方宣稱Sombunae的杯子 全部都是用上食用級的鋁3003 而TMR也都宣稱它們是用上食用級的鋁A5056 我們就看看它的容量、重量和尺寸 Sombunae的750ml杯子 最大的容量就是750ml 比WR Cooker 660最大容量900ml 就少8500ml 而它的重量就是88克 比WR Cooker 660的118克是輕一點的 它始終容量比較小 這個750ml的尺寸是直徑105mmx115mm 而WR Cooker 660直徑是119mmx107.5mm 又是,始終WR Cooker 660的容量比較大 所以它是比750ml杯寬大一點的 再來看看550ml杯子 它最大容量也正正是550ml 比WR Cooker最大的450ml是多的 而它的重量是72克 比WR Cooker的73克只是差1克 但是它最大的容量是比較多的 SISTORIX方面 Kimberl的50ml杯子 短的105mm 高的話是83mm 而WR Cooker prank是99mm 高呢87mm 而兩者的SIZO是相約的 最後就是400ml杯子 最大的容量都是400ml 而給L-QL330最大容量的 пок Supaは360ml 是多一點的 而400ml杯子的重量是42G 而L-QL330是 appoints38克 這個杯子重距4克 Size 方面 400mL的杯子的直徑是107mm 高是60mm 而AL級330直徑是91mm 高是67.5mm 400mL杯子較矮 但是比較闊 而AL級330是較窄 但是比較高 從以上數據就看到 這套Sumbuna的杯子 就算它的容量比TMR的杯子多 它的重量也是跟TMR相約 因為我拿上手 就明顯感覺到Sumbuna的杯子的厚度 比TMR的厚度薄 不知道是因為它的杯子做得太薄 或者是女3003跟女A5056的分別 Sumbuna的杯子 你只要用力地捏下去 它的杯子身也很容易出現輕微的凹痕 就像我用Manda Mansion的The Gripper 它夾這杯子的時候 夾完之後就發現它杯上就有輕微的凹痕 但是同樣的情況在TMR的杯子上就沒有發生 外表外形上 這套Sumbuna的杯子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圓形的杯子 杯底和杯身的連接位就做了弧形的設計 而TMR就不同了 它杯頂就做了一個小小的斜筋 杯底和杯身的連接位是用了直角的設計的 那杯底的旁邊就有些小小的 杯底更有其招牌的特殊構造 它會提升它杯的加熱效果 還有它們的造工上面 Sumbuna的造工就真的參差不日了 就算你新買回來的時候 它杯身上也可能會出現一些花痕 或者輕微的凹痕 而它引入這套Sumbuna的杯的店主所說 它也有向Sumbuna反映到問題 不過Sumbuna方面受表示 這些輕微的花痕或者凹痕是沒有問題的 是需要接受的 而TMR那套杯子就明顯比Sumbuna的杯子 造工上就好很多了 沒有上面所說的問題 而設計上是較有特色的 誰比較漂亮就是這些很主觀的 很見仁見智的 那我個人意義的 當然大家覺得TMR的杯子好多了 而一套UR的杯子 除了輕微之外 收納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Sumbuna的400ml杯 是可以套在750ml杯的杯底外面的 同時也可以套在550ml杯的杯底外面的 但是750ml杯 就不能夠跟550ml杯糊塗的 再看看TMR那套 AL級330可以放入WR Cooker 660杯裡面 亦都可以放入WR Cooker的杯裡面 而WR Cooker也可以放入WR Cooker 660杯裡面 所以WR Cooker 660 WR Cooker AL級330 三個可以收納在一起 所以TMR那套杯的收納方面 是比Sumbuna那套杯好一點的 還有一點是兩套杯不同的 就是它的750ml和550ml杯 是有蓋子 跟著給你的 蓋子上配上一粒 木的重量就是20g而已 而TMR的WR Cooker 660和WR Cooker 就沒有蓋子連起來 就需要自己去找蓋子配上去 所以這方面Sumbuna那套就比較方便了 不用特意又要去配這個杯蓋子 好 看完以上資料介紹和他們的比較 接著就試試煲水的實質表現是怎樣 先來就用Sumbuna那套的750ml杯 試煲650ml的水 結果是用了大約2分24秒 之後就用WR Cooker 660 結果是用了大約1分50秒 所以TMR的WR Cooker 660 是給Sumbuna那套的750ml杯 快了大約34秒 再來就試煲300ml的水 先用Sumbuna那套的550ml杯 結果是用了大約1分36秒 之後就用WR Cooker 結果是用了大約1分16秒 所以Sumbuna那套的550ml杯 是快了大約20秒 最後就試煲200ml的水 先用Sumbuna那套的400ml杯 結果是用了大約1分2秒 之後就用AL級330 結果是用了大約1分36秒 所以Sumbuna那套的400ml杯 是比TMR的AL級330 快了大約34秒 相信是因為AL級330的杯底 沒有砸樹構造的加持之下 再加上 因為Sumbuna那套的杯身 是較薄的 所以傳移速度 相對就會較快 因此就導致Sumbuna那套的400ml杯 比TMR的AL級330 比TMR的AL級330 這套的杯暫時在香港 就好像只有一間網店叫 紅在野 Wild Bear Door有得賣的 750ml杯賣129元 550ml杯賣129元 400ml杯賣68元 就在TMR industry那套了 WR Cooker 660 就賣大約1137元 WR Cooker 大約928元 AL級330就賣大約379元 價錢上兩者 相差大約6-8倍不等 雖然大部分方面或者表現 TMR那套杯是優勝過Sumbuna那套杯 但考慮它這麼低價錢 就明顯Sumbuna那套杯的性價比 高TMR那套杯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如果你想有一套又不錯又不錯的URL杯 做你的URL曲線 這套Sumbuna那套杯 我覺得是非常推介的 好 介紹完以上那套Sumbuna那套杯 最後想為第一介紹Sumbuna那套最新推出的 一個精煮一體化的杯 同樣地它也是用上食用級的 鋁3003去做的 整個杯就重135g而已 最大容量是1400mL 外形上你會看到它是上闊下窄 頂部的直徑是132mm 底部的直徑是122mm 高是126mm 而它特別之處就是它煲中間的位置有一級的 當你打開煲蓋 你會看到其實中間是有一層的 還有一塊鋁片上面有些孔孔 它作用就是用來蒸食物 在鋁片上我試過 可以放到大概14顆的30士多燒賣 你只要拿起這塊鋁片 下面就可以加水了 我試過大概加到300mL左右的水 你加完水之後再放鋁片上去 上面就再放食物 這樣就可以蒸食物了 另外它也會跟著白色的網報給你 用來包著食物浸水煮 又或者包著米來蒸飯 方便煮好時拿出來 因為它下面可以放到300mL的水 所以蒸的時間就可以調長 而中途就不用加水 這個就是既可以煲水煮食 又可以蒸食物的一個一體化的鍋 而這個鍋就賣139元的 都便宜了 不過據店主所說 因為印尼方面都不夠貨派 店主只賣一隻而已 也很感謝店主 把這裏原本他打算自用的鍋 賣給小弟 再拍片介紹給大家 這條影片出的時候 不知道這個鍋有沒有再回貨 大家自行就找 洪在野WildbedOutdoor查詢一下 他的IG和Cruzelle的連結 我就放在影片下方的Infobox 好了 看完以上的介紹 大家是不是對這套杯呢 很有興趣 不過最後我都會提出一個疑問 讓大家自己思考一下 根據上面所說 Sombura這個杯是用了食用級的鋁3003 而TMR的杯同樣是食用級的鋁A5056 但是始終涉及這個食用安全問題 個人覺得日本製給印尼製 就用得較安心和有信心 Somburae信不信得過呢? 大家就不只行去決定吧 而這次我買這套性格比超高的Somburae杯回來 除了我覺得它真的不錯 又便宜 想介紹給大家之外 它也是我未來野豬套裝的成員之一 什麼野豬套裝? 野豬套裝的意思就是我去一些 野豬出活率較高的地方露營的時候 用的露營裝備 萬一遇上野豬被它搶走了 又或者被它弄爛了的時候 都沒有那麼心痛嘛 所以未來我都會繼續為大家介紹 我的野豬套裝給大家 大家記得密切留意 Subscribe這個頻道啦 好了,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次分享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或者想支持小弟拍更多露營相關的影片 就記得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這個頻道 按下介紹小鈴鐺 另外我也有IG、Facebook 記得就follow 就會看到更多的露營資訊 我們也開了Discord的聊天室 大家加入就可以聊一下露營的東西 問一下露營的東西 大家加勞加勞啦 多謝大家收看,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